今天看到一个热搜说雷军希望把小米汽车做到全球前五 然后我这个浓浓难受的八卦之心就起来了 前五这到底意味着啥 好我们首先先确定一个前提 就是现在全球汽车销量没有太大的不动 2023年是8900多万辆 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设想一下 如果小米进入世界前五会是怎样的 我们先来看看整体的世界汽车界的第五四水 雷诺日产三菱联盟 卖了多少呢 卖了628万辆 好如果小米为了要进前五要比他多吧 高低也得630万辆吧 考虑到小米现在定价还没有出来 市场估计是20万左右的单价 没事等他到世界前五的时候 应该有便宜的车型了 对吧 咱单价降价平均价格15万 也就是差不多2万美金 不为过吧 意味着小米一年的营收将达到1260亿美元 好1260亿美元 1000多亿美元啊 反正比现在特斯拉高啊 他2023年才967亿美元 多说一句小米集团现在每年也就是400亿美元不到 三个小米出来了 咱也有理想对吧 进前五或者进第四呢 来现在排名第四的是谁 斯特兰第四集团 公司呢卖了640万辆车 根据最新的财报 他们的营收应该是2092亿美元 就已经上了2000亿的档次了啊 为啥我这么说呢 2092亿美元相当于15000多亿人民币 可以宣布小米超过了中国的中铁集团 在中国的上市公司里面排在第四 仅次于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国建筑三位大佬 别急咱再往前面推一步啊 如果小米做到第三呢 超过现在排名第三的 也就是韩国现代集团 他们卖了689万辆 但是吧 现代车呢 它的单价低 虽然销量第三 但是呢 营业额只有8000多亿人民币 对吧 所以只看销量 如果能超过它 就意味着小米汽车的销量将达到700万辆 这个意义就不得了了哈 咱不聊这虚的 2023年 中国全年的新能源车厂销量 也就900多万辆 为着小米一家干出去80%多的辆 这能养活多少人啊 那时候小米的政治地位将远远的大于经济地位 别不信现在的比亚迪的量才300多万辆 员工就57万了 咱不说小米要达到它的三倍吧 至少150万左右的员工 它不过分了 什么概念呢 小米即将成为中国解决就业最多的企业 我用的是最多 全世界呢 可以排在第三 至于沃尔玛和亚马逊 比中石油还要多42万人 那你就说 它这个地位应该怎么算 怎么着 你们还想再进一步 做第二 那好 世界第二的车体 这位老哥 大众 它去年呢 产了880万辆 营收呢 超过了3200亿欧元 利润超过220亿欧元 那么小米此后将成为世界顶级企业 世界500强将正式进入世界前十 也是中国第一的民营企业 去年世界500强的第十呢 正好是3240亿美元的营收 小米会把它挤进去 怎么着 你们还不满足 非要做第一 那好 人马没有理想的和言语有什么区别呢 对吧 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去年的第一的车体 丰田 好的 这个时候我不需要说任何的营收跟产销量了 对吧 丰田 这些年就是日本的工业基础和他们的立国资本 如果小米超越它了 肯定就是抢了他们很多的市场份额 说白了就动了小日本的墙了 而且不夸张 还你 沉重墙 对吧 那个时候还聊个毛线前啊 我愿送一句民族英雄的称号 至此雷金将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 你觉得呢 是不是想想还挺兴奋的 别以为不可能 一个小米可能不行 还有比亚迪呢 还有千千万万后面卷着的中国车企呢 你可以骂我一银 但是请给我们自己人或者说自己的企业多一点点信心和支持 过去30年中国人在最难的情况下做成了世界第二 难道未来30年还能比30年前我们更难吗 好了 你们现在可以在评论区骂我了